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激动人心的一天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咱们就要学习五十英课的最后一部分内容 奥英了 想必大家都已经摩拳擦掌迫不及待了吧 不过正式开讲之前 老师还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日本人风雅的文化 今天啊咱们就来说一说日本文化中的三道 茶道 花道和书道 以前咱们学过一个词叫做 一致五一致 大家还记得吗 表示一生一次的相遇 咱们说到这个词啊就来源于茶道 茶道是一种以茶为美的生活礼仪 也被认为是修身养性的一种方式 它通过七茶 赏茶 闻茶 饮茶 增进友谊 美心修得 学习礼法 是很有意的一种和美仪式 喝茶能够尽心 尽身 有助于陶冶情操 去除杂念 自古以来就作为一种美感仪式 受到上流阶层的无比喜爱 现在茶道被用作训练集中精神 或者是用于培养礼仪举止 为一般民众所广泛的接受 日本国内有许多传授茶道各流派技法的学校 不少宾馆也设有茶室 可以轻松的欣赏到茶道的表演哦 那么花道可不是櫻木花道的花道 所谓花道就是适当地截取 树木花草的枝 叶 花朵 插入花瓶等花器中的方法和技术 并且能给人以艺术和美的享受 简而言之就是插花艺术 咱们上节课学过的 イケバナ 指的就是花道 花道和茶道同样是日本独特的传统艺术之一 花道家认为 花反映了时光的推移和人们内心的情感 那么花道所要呈现的是一件美的事物 同时也是一个表达的方式 修炼的方式 它所要追求的是 静 芽 美 真 和的意境 书法艺术在日本被称为书道 它追求意境 情操和艺术美 当今在日本书道非常盛行 每年的1月2日 日本会举行毛笔书写新年贺词 和吉祥祝福的诗歌的开笔诗豪活动 每年的年末还要争选出 代表日本一年大事件的年度汉字 每年的活动都非常的火爆 在日本有3000万人学书道 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 从小学到大学 都开设有书法课 全国各地都设有书道教室和学习班 文部省还规定 日本中小学每个年级都必须学习汉字 高中毕业生应该认识 整个当用汉字表里的2000字 不仅能读还要会写 受过大学教育的日本人 认识的汉字要更多 日本和韩国曾经都是使用汉字的国家 但是韩国现在已经废除了汉字 而日本则保留了汉字 并且在汉字的基础上改造发明了自己的文字 不得不说 日本大和民族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融合做得很不错 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呢 好的 稍微讲了一些关于日本文化的话题 接下来咱们再来学一点实用的东西 上节课咱们学习了许多家庭成员的说法 像是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 哥哥姐姐 还有妹妹的日语说法 よし 咱们一起来读一读一些常用的家庭成员的日语说法 爸爸 爸爸 我父上 妈妈 我父上 爷爷 我父上 奶奶 我爸上 哥哥 我姨上 姐姐 我姥上 弟弟 弟 妹妹 叔叔 叔叔 阿姨 。 咱们可以发现 叔叔阿姨和爷爷奶奶的读法呢 非常的相似 只是オバサン是短音节 オバサン是长音节 对不对 所以啊 咱们上节课也说过了 这个音节的长短是非常重要的 要是一不小心 把阿姨喊成了奶奶 那可真是太尴尬了 不过啊 这个オバサン也不能随便乱用 除非对方真的是你的阿姨 姑姑 大婶 你可以喊她オバサン 那如果人家跟你不熟 就算她的年纪 确实大到可以做你的オバサン了 也不要随便这样喊人家 因为这是很不礼貌的 全世界的女人对年龄都是很敏感的哦 蜡笔小新的妈妈美牙 就曾经被一具オバサン 气得火冒三丈呢 好了 咱们刚刚学过的这些家庭成员的日语说法 大家可都要记牢咯 接下来咱们就来学习今天的内容 接下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内容 新课を始めましょう 今天我们要学习五星课程部分的最后一个内容 奥音 奥音是指由除了一以外的一段假名 和复原音 や、ゆ、よ 拼合起来的音节 书写上 在假名后面 加上只有正常大小一半左右的 や、ゆ、よ 就可以了 大家要注意 奥音虽然有两个假名 但是 发音的时候只发一拍 辅音要发的短而轻 原音要发的清晰到位 奥音的罗马音 大家学习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 不然就没办法在电脑上输入咯 理论说得再好也不如实践 接下来大家就跟着老师们 把奥音表朗读一下吧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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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手、書、茶、中、調 茶、中、調 茶、中、調 にゃ、にゅ、に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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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きゃ、きゅ、ひょ しゃ、しゅ、きょ しゃ、しゅ、ひょ にゃ、みゅ、み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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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りゃ、りゅ、り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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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きゃ、きゅ、きょ りゃ、きゃ、きゅ、みょ りゃ、きゅ、きょ りゃ りゃ、じゅ、じょ 左 呪 呪 呪 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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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读得怎么样 是不是有点拗口啊 就是因为拗口 所以这一组假名才叫做拗音嘛 不过多多练习一下 习惯了以后就可以念得很顺口了 虽然我觉得奥音并不难念 不过考虑到有的同学 可能还是难以准确发音 所以在此还是讲一下 发音的小窍门 如果没有办法一步到位 发出奥音的话 可以尝试先把这两个假名分开读 比如 这个奥音 可以先把 分开读 然后呢 越读越快 越读越快 最后两拍合并成了一拍 就变成了奥音 怎么样 其实很简单的 那么大家课后 不要忘了提交朗读作业 让老师听一听你的发音哦 よし 接下来一起来大声朗读 还有奥音的单词和短句吧 キャベ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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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キャンセ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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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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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おしゃ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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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じゃがい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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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にゃんこ にゃんこ 趣味 勉強 おもちゃ おもちゃ チャンス 彼女 ジョン ジョン おじゃまします おじゃまします 準備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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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奥音 還有一點需要強調的 就是奥音的長音的寫法 奥音的長音叫做奥長音 它的規則如下 や加上あ ゆ加上う よ加上う 注意 寫的時候 只有や、ゆ、よ是小號的 後面的長音都是正常大小的假名 因為他們都是要獨立站一拍的 片假名的奥長音 只要在やゆゆ的後面 加上一條橫杠就可以了 接下來咱們再來讀一下包含奥長音的單詞 じゃあ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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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急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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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咱們學到一個單詞 叫做 にゃんこ 是貓咪的意思 這是貓 猫的一種可愛的說法 這前半部分的這個にゃん 是日語中的貓叫聲 為什麼說是日語中的貓叫聲呢 因為啊 這貓咪的叫聲 在亞洲地區 還出現了許多不一樣的說法 漢語里 貓的叫聲是にゃう 而日語里 貓的叫聲是にゃう 韓語里 貓的叫聲是呀う 老師當年學到這個貓叫的時候 感到非常的有趣 還覺得日本韓國的貓很搞笑呢 後來一想 不對 會不會是我被漢語的思維 給陷入為主了呢 於是啊 我就真的去家裡附近找貓 聽牠們的叫聲 發現果然是叫にゃう的也有 叫にゃう的也有 聽上去非常的相似 這讓我感覺很奇妙 正因為學習了外語 讓我注意到了許多 曾經沒有注意過的小事 原來你習以為常的世界 在別人眼中 也許是另外一副樣子 在日本人的世界裡 連貓的叫聲和我們聽到的 都是不一樣的呢 這不是很奇妙嗎 所以呀 我覺得學外語是一件很美妙 很有趣的事情 就像打開了一扇通往更廣闊的世界的大門 讓我對這個世界的理解 更加的全面 更加的深刻了 相信大家以後也一定會有這樣的感受 如果同學家裡附近有貓的話 不妨回去用心聽一下 他的叫聲到底是怎麼樣的呢 にゃんこ的事情先放在一邊 接下來咱們還是來複習一下 今天學過的內容 大家不要偷懶哦 跟著老師們讀起來吧 responds行 先 待會兒 是我 takiego 對嗎 對嗎 來 茶 忠 調 茶 忠 調 茶 忠 調 にゃ にゅ にょ にゃ にゅ にょ にゃ にゅ にょ ひゃ ひ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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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にゃ みゅ にゃ みゅ にょ にゃ みゅ みょ りゃ りゅ 流 流 りゃ 流 流 りゃ 流 流 ぎゃ 牛 魚 ぎゃ 牛 魚 ぎゃ 牛 魚 じゃ 中 中 ぴゃ ぴゅ 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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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キャベツ キャンセル 会社 キャベツ キャンセル 会社 おしゃれ じゃがいも にゃんこ 趣味 勉強 おもちゃ チャンス 彼女 ジョン チャンス 彼女 ジョン おじゃまします 準備完了 おじゃまします 準備完了 じゃあね 救急車 キョウ チャーハン じゃあね 救急車 キョウ チャーハン 好 接下來就是聽歌的時間了 今天的歌曲可要蒙翻大批宅男同學了 它是由人氣生幽 花则香菜演唱的歌曲 恋愛サーキュレーション 恋愛循環 不得不承認 連我都被這個蒙歌給蒙翻了 歌曲中的說唱部分很有趣 有點像繞口令 有興趣的同學啊 可以挑戰一下學唱這首歌 不過歌詞會出現的比較快 大家要是想學的話 可以在課後再找歌詞練習 好的 咱們今天的課就到這裡了 下節課是我們的五十音總複習課 老師會幫大家把五十音部分的難點 還有大家學習中遇到的常見問題 再梳理一遍 所以呢 下節課也要準時來上課 不能遲到囉 では皆さん さようなら 從我來說流癒而過 如果有人 слово咥骨 dle就 się覺得 言葉を消せばいいやって 思ってた 恐れた 但什麼 不個 inacMincare 真理路 alous多了 石al 石 詐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クラクラリクラクラルあなたを見上げたらそれだけで眩しすぎて クラクラルクラクラリあなたを想っているそれだけで溶けてしまう 神様ありがとう運命のいたずらでも めぐり逢えたことが幸せなの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ふわふわりふわふわるあなたが名前を呼ぶそれだけで宙へ浮かぶ ふわふわるふわふわりあなたが笑っているそれだけで笑顔になる 神様ありがとう運命のいたずらでも めぐり逢えたことが幸せなの でもそんなんじゃダメもうそんなんじゃほら心は進化するよもっともっと そうそんなんじゃヤダねえそんなんじゃまだ 私のこと見ててねずっとずっと